各位朋友 我們香港學者專訪 翁正石教授的專訪 又回來了 第二集繼續跟翁教授談自我問題 我們上一集就講了翁教授的研究 無論是在AMBRED 或者是PhD 或者是中國作 或者是西方作 他主要研究的內容 我們都聽聽翁教授自己講過 我們來到第二集 翁教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中國和西方作的一些問題 阿翁叫你 我們同學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稱呼 阿翁你對於中西作方面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是很值得在這裡跟大家去討論一下 分享一下呢 或者我們先分西方 另一個就是 之後我們再講中國 西方那個 因為我始終畢竟都是一個 比較分析哲學的訓練 而且我主要都是關心一些 我關心的問題 主要就是一些 好像value的問題 所以我就講一講這方面 我的看法 以及我現在的取向 其實我一直下來都是很關心 所謂value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 從歷史背景來講 當然有很多姻緣 一方面就是我長期都是有教這個 所謂sail方法那些東西 那 sail方法裡面 其實value 就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 譬如你思考方法裡面 譬如 我除了教sail方法 還教邏輯那些東西 那就 他這個 譬如教sail方法 題外話 就 講到邏輯 那時候我們 自己朋友 都有人叫你邏輯翁 你不記得嗎 在那麼多 那時候 特在新亞的傳統 就是比較少人說 很專門 那麼有興趣搞邏輯 那麼多年你都很喜歡 邏輯思考 邏輯是我挺喜歡的東西 而且因為我都教了很久 長期都在那裡比較深入去看 那些 還有你講分析 我想對於邏輯的要求 是相當高的 就是一定要有相當的程度 的邏輯訓練 它是真的要求你一個 起碼都有一些基本訓練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在推的過程裡面 是會真的差一點的 回到剛才我講我那裡 為什麼會 其實在我理解 就是我對西方那裡 西方政學的理解 我是比較現在想抽出來講的 就是關於Value的問題 就一方面 剛才我講的 因緣際會的問題 就是我就是 因為長期教這個邏輯 和思考方法 我覺得其實Value是一個 挺重要的問題 另一個也是 因為剛才我 就是上一集我都講過 就是在社會學裡面 Value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因為研究人民現象 一定是和Value有關 或者我先講講 為什麼在思考方法 或者Value 邏輯裡面 Value是我比較關心的東西 因為在 譬如調邏輯或者思考方法裡面 譬如很簡單一些推論 因為我們通常 研究一些推論的時候 最基本就是 你看一個語意的概念 一個可否推到另一個句子 但是通常 譬如說 你在講邏輯 我主要是講初階那些 不講高階那些 或者是思考方法裡面 我們一開始舉例子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避開一些 Value很重的東西 譬如說 通常我們會 譬如說 譬如說 他死了一個黃老五 他死了一個男人 之類之類的 這些Fact 這些很清晰的 他的意思很清晰的 就推現了 但是 我們會盡量 不講Value那些東西 因為 因為Value在模糊的時候 他就會有很多問題 即是你推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即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譬如說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他是一個暴君 你可不可以推出 他是做過某些事情 他又未必可以 所以我們盡量 不講那些事情 但是 在實際的世界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這些是 就是 經常都會遇到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 在思考方法 和邏輯裡面 基本上就是 他盡量不討論這些 或者覺得 他是比較複雜 你高階才去處理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太日常性的東西 就是變成 你完全不理它 是不太可能的東西 所以 這令到我以後 都特別關心 所謂邏輯 就是退 即是Fact Value的問題 再加上 我在這個社會學裡面 而主要我們 要研究的就是 社會現象 它一定會跟Value有關 而Value 你對它不同的理解 是直接影響你 你怎樣去處理那件事 譬如 最簡單 我們做訪問也是 如果你相信Value 是完全是 很主觀 沒有什麼內容 基本上 別人一說到Value 你可以不理 我們就是 要警告它 那個Factual的東西 但是 在實際世界 又不是這樣 所以令到我特別關心Value 這個問題 而且我自己覺得 就算到現在為止 Value這個問題 也不是一個很清晰 可以解釋得到的問題 很有力地去解決 我們現在都是很Peace May 我自己的說法就是 我是比較傾向於 現在現代 新實用主義的取向 但我又不是完全贊成他們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新實用主義 例如 Hillary Putnam 那些人的看法 他就直接說 將Fact Value完全取消了 他是這樣說的 他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 你不要再討論 直接說 語詞的內容就夠了 不用搞那麼多 但我又覺得 你沒有辦法完全取代它 為什麼呢 因為 Value這件事 因為Value和Factual很不同 因為Value 譬如你對中國哲學有興趣 你會知道 因為Value是牽涉到一個排序的問題 譬如說 我們為什麼要評價一些東西呢 為什麼要落一個Value Judgment呢 就是 因為你人的時間 空間 精力有限 我們怎樣去選取 你沒有一把尺不行 不過問題就是 我那把尺 跟你那把尺不同 那變成了 我們大家量度的時候 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覺得 我又不是完全贊成 好像匹男那種說法 就是 哇你完全不用理他 你直接扔掉他 然後討論那些語詞的意思 就夠了 因為它兩個是領域不同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處理一個 譬如說 要解決一個 譬如說 Factual的爭論 和解決一個Value的爭論 似乎是很不同的 所以呢 我自己就是 就是 比較 就是 我以前 到PhD的時候 我都是 比較他們 就是我關心問題的時候 就是 我一直 現在的取向 就是認為 就是 或者我先 補充一下少少 就是 Davidson 和 Harberman 它的最大分別在哪裡 在這方面的地方 因為 從廣義的角度來講 就是 好像 Rachel Royer的看法 他都認為 就是 Davidson 和 Harberman 如果你純粹講 Value 都是屬於 講 Truth 那些東西 都是屬於 新實用主義的 美國的傳統 但是它們兩個很不同 很簡單的 我簡單地講講 它的分別 就是 因為 Donald Davidson 和 Harberman 有些很相似的地方 在哪裡相似呢 就是 大家都認為 Value 即是 Value 和Factual 是沒有辦法嚴格區分的 當然你可以從一個概念分析裡面去講 看什麼叫Value 這樣去講 譬如你說Value 除了美丑 對錯 應不應該是Value之外 但是 甚至有時候 我們Factual的東西 都可以牽涉很多爭論 譬如說 一個人肥不肥 肥這個字 高你算不算是一個Value的概念 它又有爭論 甚至 譬如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變成我們高矮肥瘦 冷肥清俗 這些全部都可以是Value的概念 所以 所以 Harberman 和Davidson 基本上都傾向 認為Value 和Factual的東西 不是說 這一堆字一定是Value 這一堆字一定是Factual 而是它交錯 因為 我們有一個文化 我們傳統 你用那個字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 譬如說 你會加了一些 你覺得它做不做 因為譬如 暴君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譬如我們說 這個 就黃無盜 但是它是有很多Factual的東西跟著它 所以 變成 它們兩個不是完全極端的區分出來 但是 所以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Point 就是它們兩個都很Common 第二 就認為 它們認為 價值的句子 都是有真假的 不單有內容 而且是有真假的 他說 有客觀的內容 什麼叫Truth 那些 但是Truth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你把它當成一種知識論去看 因為知識論到最後 你要建立那個Objectivity 對最後 一定要最后Apple到一個Truth這個概念 是吧 那 這個 Davidson和Harperma 基本上都是相信的 就是說 它們價值的東西 是既有客觀的標準 就是有客觀的內容 那 它們兩個人都同時反對 邏輸實證主義的那種Model 就是譬如情緒主義 認為它是一種 就是上乘形的前線 偽語句 就是Davidson和Harperma 這些怎麼可能是偽語句 你擺出來 很明顯是句子 他們 那就是他們 只不過是把那個meaning 收得太緊去用 所以他們兩個都是反對 這個邏輸實證主義的說法 那 而且他們兩個人都贊成 是對value 認為 value是有true force 可以的 但是 還有第三個 他們大家很吸引的特徑 就是說 你要講價值的value 基本上是不可以脫離那個 外在世界 但是也不可以脫離他人世界 即是說 外在世界 他人世界 外心世界 一定要三者要考慮 即是無論Harperma 和Davidson都承認 但他們兩個的取向不同 例如Harperma的看法 就是認為最後 他用共識去凝聚 true force 客觀性的問題 他說交互主體性 或者商談倫理 那類的 商談倫理 他就是用一個共識 不是說他不理我 就是世界 但他整個focus點 是在共識裏面 但是Harperma 不是Davidson 是不贊成這種說法的 Davidson 就認為 共識是需要 但是 不是最重要 也不一定是唯一 他是要三者 要互相去平衡 要balance 這樣去 所以 我自己就認為 我就將他整理出來 就是說 Davidson 那種取向 如果是很大陸的取向 他那種 價值取向 就是一種 共識的價值理論 但是Davidson 那種 就是屬於一種 我叫做 三國關係的一種 價值理論 因為他是要平衡 不只是共識去決定 這個就是我 基本的看法 而我自己傾向 就認為 就是 Harperma 那種基本 是解決不了的 而是我們一定要 進一步去develop 就是Davidson 那一套才行 那 那 就是為什麼你覺得 共識那個不行呢 就是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一些 比如 的想法 就是你以為是正不了 就是不需要 就是怎樣 就是他所說的共識 共識 就是我自己覺得 比如好像說 你全世界 最簡單的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全世界認為 這個什麼 有上帝 有地獄 是不是客觀上 一定有上帝 有地獄呢 就是 因為如果這樣的時候 是很違反 我們那個很常識的看法 因為這個 除非你好像 接受某一種 學派的看法 譬如 似乎共識 當然我們認識 譬如這裏有座山 我們都要大家 你都要承認這裏有座山 這個是凍 你要承認是凍才行 這些 但是他不只是 單單是 是共識可以得 當然如果我們要很細微地去論證 要說明他幾花功夫 但我比較簡單地去講 就是 哈佛馬認為 最簡單的舉個例子 當我們商談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只要達成一個共識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實際上不是這樣 為什麼不是這樣 最簡單的 我們大家跟你討論的時候 就是 起碼你為什麼要討論這件事 就是說 你覺得這件事是否serious 是不是影響到你 混不混成一個問題 所以這裏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影響到我們 你承不承認這是一個客觀的問題 如果你不承認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裏 即是不能談的時候 你們的共識都找不到 即是說 大家起碼都有一個認可的一些 即是說 他對你扣寫一宗影響 你又對你扣寫一宗不安 我們才要大家聚在一起 要去converse一些點去量度 但是哈佛馬就認為 這個不是很重要 他就認為基本上商談就可以了 其實你看到哈佛馬很多作品裏面 尤其是後期的 他講宗教那些 即伊斯蘭教那些 你會看到 他有時要解決很多 宗教的爭論 例如放炸彈那些 他有時候說 你宗教要現代化 即是說 要modernize 但modernize之後 他有很多條件 譬如說你要理性 你要open 和大利洛 那些東西 但是 你看到原教主義 基本上它是reject你這些東西 他原來你一跟你這樣 我要接受很多東西 就牽涉到power那些問題 你要逼我接受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又好像 不是exactly 所以他就是 這個取向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 好像Davidson那種說法 但Davidson那種說法 他全部用西方那套 即是他講true force 他基本上就放回 柏拉圖那裡 怎樣去講 即是他遇到那個 work to be 去理解那些問題 但是 這個可能中國人 又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可能 跟他的語法 那些可能很有密切關係 這樣 我自己認為 或者我自己感興趣 現在那裡 我最關心就是 value那方面 那個發展 怎樣離定 它的取向 而如果能解決到 這些問題的時候 對於我們 譬如說 無論是 邏輯 使用方法 甚至在社科裡面 都挺有用 這個就是我 現在暫時一方面 在這裡做的 一些研究 和我的興趣 那些事情 但是我很想知道 你說Davidson那種 你會認同多些 那可不可以 譬如我知道 可以很複雜的一些問題 但可不可以簡單說 你為什麼 你認為他那個說法 會比較合理一些 可以解決 價值的問題呢 還有價值的爭議 所以Davidson 可不可以避免到 剛才你說 哈佛密斯 共識 提到一個質疑性的問題 但是Davidson 你覺得 是否可以 這方面的問題 是少一點 甚至可以解決呢 以Davidson的說法 因為Davidson 從一個廣告的層面 Retical Interpretation 就是 隨便我和你完全溝通不到 譬如我和一條魚 裝著那個什麼 什麼 跟衛斯的爭辯 因為你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物種 那些 但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算你那個文化 是幾差異幾大也好 除非你沒有辦法溝通 但如果你一有溝通的時候 他一定要有些假定 就是你一定要假定 大部分的東西是true才行 那 因為Davidson 他就 Davidson 其實Davidson 如果我們要說明 他的所謂true 這個概念 是幾繁複的 因為Davidson 一方面 又不贊成這個 關於對應理論的真直觀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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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不贊成Cohenian 他也不贊成那個 就是 那種 純那種 譬如說 Defationalist 那些 就是 即 他派派他都不是 但他基本上是 接受這個什麼 Tasky那種講法 他將它改造 就是Tasky那個 但是Tasky那個 理論基本上就是 他主要是用来处理一个人工语言 但是他就应用在自然语言里面 将他放在自然语言里面 然后将他再改造之后的结果 我觉得他那个对于我们了解 刚才说的true是挺有用的 因为true这些 因为我们要讨论价值的句子 牵不牵涉到真假的问题 有没有真假可言的时候 那个表达 譬如说你西方那道东西 因为我基本上发觉 他用对应论很难完全可以的 当然他的对应不是说 你现在说我整天愿对应不了世界 而Davidson的意思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整个语言可以对应外在世界 但是你要测试它的时候 一个个个人不可以了 现在对应不了了 因为你有不同的理论 因为我们可以用你完全不同的理论 就好像Aquine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Raport 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的指挥可以完全一样 所以他说对应是不行的 对应是不行的 但是Cohenian 你又好像不承认外在世界 可以完全不承认外在世界 所以他又不承认那个redundent theory 即是可以完全取消真这个概念 因为如果你完全取消这个概念 又变成好像是全实用性 全实用性即是一样东西 尤其是你讲价值的 即是实用就是真理 实用就是对 那就变成了好像那个指引性 不是跟我们历来的讲法都不是很吻合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是很有力地去帮我们 处理到关于value那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唯一一个就是 因为他整个分析里面 是多受西方语法的影响 尤其是他那个理解一直从彭拉图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Davidson的后期一本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他最后一本书 就是True and Practication 就是那本差不多是他对True的概念的一个重新整理 就是他将为何他认为True的概念 可以将来作为分析meaning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而且他和这个meaning是一个处于对等地位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从这个 即是要讲value这件事 是吗 就是很难完全走他的那条路 但是他那个因为刚才说他那个 你放在中国那里比较麻烦一些 因为中国人那套语法传统那套东西 未必完全是吻合他那套东西 所以他的True呢 未必是exactly用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从知识的角度来说 似乎你要将这里推荐 这个就是我现在暂时一般的看法 而我认为他有很多地方还是解不到的 就是譬如好像True有些地方 就是他到最后说要develop task key 但是去到最后呢 他建构出来的那个 task key 他到最后就是看你 就是他变成你应用到多仔细 这样去看你用不用到那些东西 就是又当成很empirical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正然是有很多功夫可以去做 可以去处理那些东西 这方面就是我现在一路想一段发展的一个取向 我想问阿翁 刚才听你讲西方智学的一些观点 你和听众分享 因为你中学座都有研究 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学座的文章 我想看阿翁你在中学座方面 有什么想和听众分享一下 是 我其实都写了 就是我文章以前的作品 甚至现在也好 有很多都是牵涉到中国哲学的问题 但是我写中国哲学方面的那些文章 其实呢 有一个很基本的特质 都是从一个所谓分析哲学 语言哲学的层面去探讨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譬如说 言以之变 那些 知识和良知的关系 功夫论等等的问题 我基本上都是从一个 语言哲学的入手 甚至譬如有时候我讲到一些 中国的那套 譬如像谋生常说 什么 道德形相学 那些 我都有时候会用到一些 西方那些 就是 语言哲学的层面去分析 那 那 为什么我特别关心这个 当然一方面呢 是跟我自己的训练有关 那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自己认为呢 就是 中国 无论仪式度三家都好 他们 就是 畢竟他们都是一种 就是 它不是用来纯粹描述外界世界 都是想指导人生的一些问题 那 当然它里面会牵涉到很多描述世界的东西 但是毕竟它整个体系都是 就是 就是 以 以道德为依贵 指导人的行为为依贵 所以 牟先生很喜欢叫做什么 道德形相学 这些 去讲的 所以 他们基本上都是由一个 道德那个 就是 由实践 那里去 先讲那些 之后 然后再其他次要的 才讲到那些 描述外界世界的那些 是吧 那我自己呢 就是 接触了中学之后这么久 就是我自己有个看法 就是认为 譬如说 这个在 在 在这个 譬如先秦 就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我自己发觉 好像在这个 到譬如 宋明理学那些 就很明显 就是它里面呢 很多字眼那些 它很多时候呢 是牵涉到很多实践 修行 那些问题 是吧 佛家那些更加 更加是 而且那些分的 部门更加仔细 是吧 所以 从 语言那一层面来说 我自己觉得 它这一类的 所谓 牵涉到实践 修行 那些概念 是吧 它是中国赤海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其中一个 是吧 就 跟这个西方 那个有点不同 那我不是说西方 他们不讨论 就是 道德 而是他们的讨论 就是讨论道德 例如 你由 苏加拉底 柏拉图 一路下来 他们讲的道德 其实是对应外在世界 因为他们始终 毕竟相信 譬如好像柏拉图 他相信 真是什么客观 你只是对应他 所以他毕竟都是从一种描述的角度 去了解 要你去match 但是 中国那种有点不同 因为中国又不是定得很死 要你去通过一个实践 完成某些东西 这样去 所以我觉得 中国这一套 譬如好像 宋明理学那种 牵涉到实践 功夫 修行那些 跟西方那种哲学里面 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偏向一个实践 那方面 从语言层面来说 实践这方面 就是那种语言 是跟这个描述世界很不同 尤其是 因为他们 但是他那种指导性 它又有些 跟西方现在那些 说的有些不同 因为西方那种 譬如伦理学 譬如实用主义那种 去分析 甚至康德那种分析 都好 它是要你去 定了之后 然后 譬如好像 或者我们先讲 实用 不是 那个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 基本上就是 计量 去描述世界之后 计量 但是中国那一套 就不是的 尤其伊利斯变 但它也不是 好像柏拉圖那种去的 它是要你去实践某些东西 但是它那种实践 它就是 很多时候 要你去到一种 内心里面做反省 而不是做了出来之后 然后 才怎么改过 后悔 忏悔 所以如果用心理学 即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就是属于 道德心理学的零力 所以它里面牵涉到很多 道德心理学的一些描述 那些东西 但它又不是 纯粹是描述的 我觉得它 虽然是属于 道德心理学的零力化 它又不是纯粹是 描述你的道德心理学 那么简单 而是 只是要你 要描述的过程里面 要你摸索得来之后 又要去实践某些东西 做某些东西 所以 从语言的层面来说 我觉得 它这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特征 而 因为它和西方的 发展很不同 如果你说它的复杂程度 指引 那些 我觉得在这方面 中国 余式道 这些 成熟的程度 比西方那套 我说伦理学方面 它是 比较偏重 这个 描述方面 它是会比较 就是 道家一些 或者成熟一些 发展 如果不用道家一些 发展得成熟一些 那么 它 所以 这方面引起我的兴趣 所以 我就想要去 比如写一个文 例如他研究 知识与良知 功夫 那些问题 实践的问题 我基本上就是 环绕着 这里去 我自己 就 认为 就是 它这种 这样的 中国这种 很着重实践 那种 它这方面 既然是要摸索 这种 内心的那种 moral psychology的特征 但它又不是纯 只是描述 它又要有一个指引 所以 它是一套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去了解 他们那种 就是从知识的层面 去了解 他们那种 宋明理学那种 就是 要考虑它这种用法 就是 譬如 如果你从西方的角度 或者是从 描述 我们的世界来说 你觉得它有些字眼 但可能是很没意思的 甚至现在我们基本上 不会用那些字眼 譬如说 我自己认为 就是 宋明理学那道词会 在当时今时今日 基本上已经死了 当然在圈子里面有用 但是我们平时 不会讲性、理 那些 那些 你一讲性 可能跟sex、gender 也有关 就是 起码我们不会用 可以传统那种 但是他们那时候 随意经常这样讲 我自己觉得 从语言的发展来说 它已经是 接近死亡 如果不是受益 死也好 就是我们很难 会立刻用它 这样去 所以如果你要 就是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从语言层面 你要搞清楚它这些道 才可以将它 去复活 和 所谓 发展 我觉得 这个可能就是 时代的挑战 那些 所以我自己写的 就是 想同一个 所谓 语言的层面 可不可以讲清楚 它这种 譬如说 着重一种实践 修行 这种做法 其实 你要掌握 它里面的含义 不是单单 你只是看它 对不对应 都这么简单 它也牵涉到对应 因为它摸到 那时牵涉到对应 但它又不是完全那些 但它在实践的过程里面 譬如你有时觉得 它一些 可能很没意思的语词 是吧 但是它可能 在实践的过程里面 很有用 譬如好像 我们修行 打坐 譬如它要你 集中精神的时候 它要你 concentrate 在某个地方里面 有时很有用 那些就是 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就会看到 中国有时 它有很多字眼 有时 它仍然很有它的功能 作用那些 而不能纯粹 从Semitic那里入手 所以我自己 一直写那些文 就是想在这方面 探讨一些东西 还有我觉得 如果要现代化 就是要将它 这方面有很大的考虑 就是 你觉得 譬如茅先生 茅先生 譬如也有说 你刚才所说的那些 就是 讲返性 理 那些 他某个之下 都有一定的 现代化的做法 譬如说 人用康德 或者另外新愚家 譬如唐山那些 又用了其他商作家 那你觉得 譬如你写的文 那些观点 和他们的理解 主要有些什麽分别呢 是否想讲一下 首先就是 茅先生 其实我是很 因为他影响我很大 刚才我讲过 但是 因为我自己是训练的问题 就是 我有些地方 我觉得他 我不是完全可以接受到 譬如有几个问题 就是 第一个问题 他觉得 哲学的问题 很多时候 牵涉到 conceptually 概念性的问题 搞清楚一些概念 甚至有时 他将这套东西 套在外界世界 譬如说 分析政治的时候 他有很多时候 觉得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不是有本 叫什麽 正道以自道 正道以自道 有讲政治思学 就是 他那裡 其实真的 纯粹是 好像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东西 是吧 而且他整个体系 譬如说 因为他基本上 用了 谋生 用了康德那套 所谓 形相学 而且他接受了 他那套 而且他那个分法很多时候 譬如康德纪文在后面有很多 譬如好像强调那种transcendental argument等等 相信我们那个概念的分析 可以完全不倾施到经验那些 可以有一些鲜艳 但我觉得在他的时代 甚至在现在来说 都未必一定是不行的 但是他这样去分类 就是将他一个纯粹conceptually 是可以完全不理这个经验世界 经验世界就是另一个旧东西 经验是偶然的 形象那部份是必然的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发展里面 这个是起码现在我们比较难接受 因为我们现在形象学 很难去接受这种形象学的假定 当然现在我们都有很多时候研究形象学 但是他研究的模式很不同 对吧 譬如好像Strausson那些说 那种Descriptive Metaphysics 那种传统那种是不行的 他是研究一个我们的Structure of Mind 那些东西 但是你要去描述它 描述它 但是他 所以我自己认为 他那个 我基本上是很欣赏 非常佩服 谋生的那种看法 甚至他有很多见地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就觉得他那个形象学那些东西 是不是就是可以 就是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 他是不是一定要 就是放在今时今日可以仍然用得到 尤其是我们面对科学的那种冲击 或者可能意思就是 一些语汇可能都要update一下 我觉得不是纯粹是语义的问题 很多是 因为其实我们 你看回我们现在整个发展 很多时候 因为他那个对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经验的研究 是 譬如我们看回Philosof of Mind 就很典型的例子 譬如我们现在对老神经的一些研究 发现 其实是对于我们可以解决了很多 我们在很多传统里面 那些比如由迪卡尔下来的 Philosof of Mind的争论那些 譬如好像你对意识是什么 性质是什么 但是当我们露击了之后 现在我们知道 意识是哪一件事可以产生 当然他纯粹empirical 未必可以完全解决得到 当然我们的概念可以厘清很多东西 但是他有时候会冲击你很大的 冲击令到你可能 可能完全用另一种分类法 去说明都未顶 所以 我想现在就算康德整个发展 历史发展里面 很多新康德主义者都好 譬如你最简单 哪个 John Rawls 他搞政治哲学 他们那些 因为John Rawls就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 是的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觉得 整个形相学的部分 很难在当代里面 尤其是我们面对科学挑战的时候 可以好像传统那样 独立军保留他 我觉得其实瑜伽里面 他都有一个模式去 会面对差不多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觉得 要将他现代化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要 这个 即是要改造 一定是要将他吸收一些 事情面对 其实他的近似 好像你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 传统的儒家 比如四书五经 他不会问你堕胎的问题 也不会问你 那个 什么 那些 那些 恐怖分子的问题 但是 他 他 但是你要将他推演 因为这是一个 时代 所以遇到一个问题 所以你不能够 完全不理他 可以 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 就是这个 关于中国哲学 为什么我从一个 语言的层面来看 还有我认为 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做很多功夫 就是将他 那个 语言那部分 譬如说 尤其是我们 怎样可以将他 哪一部分 牵涉到 moral psychology 那里 还有 moral psychology 又可以 很清楚 去指导人 这样去 这一部分 我觉得 应该可以做很多功夫 而且 我们应该要 推进一步 因为这个 是对于整个 那个 就是 就是传统那里 瑜伽 那里 是什么 现代化 很重要的 这个 你的说法 可不可以 理解做 就是进一步 将他一些 特别在现在 新的现代社会 或者一直 有发展的社会 里面 是可以 再讲得仔细一点 清楚一点 地方 再将他深入 谁先说 就不是说 就是刚才用到 譬如他的概念 已经死了 就是有些概念 就不是说 他整个体系 整个系统 他不一定是整个 他不是整个体系 而是你那个分类 譬如我刚才所说的 你整个 譬如你 聪明理学 那种 他用一套词会 讲什么姓 理 那些 什么钟 那些 我们 因为 你可能在以前 那个传统 那个背景 contact之下 他就会理解 但是 如果你 放在现代里面 你一定要将他 现代化 他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 那么多分类 清楚去说明的时候 你做不到这一步 很难将他 现代化 其实我觉得 他这个情况 近时好像宗教 你一个宗教里面 如果你要将他 现代化 你一定要将他 例如你要将他 令到些人明白 诠释他 这样去 即是 就算佛教 在现代 推广 都同样一定要做这些 一模一样 但是 如果你全部用回 旧那套 去说明 我觉得 不太够 是 明白 OK 我们第二集 那个时间都差不多 我们 在这里 又要跟大家 再会 我们是 第三集 再和宗教授 再分享 OK 我们在这里 说声 拜拜